哈喽大家好,今天咱们走在善剑的小路去寻找一个美味的食材 这小喜蝉蝉,这凉凤兮兮,这肯定有好东西啊 没想到还真发现了一个绝味的食材,新鲜的餐豆 这个东西只有南方有,北方咱很少见 所以咱今天就来个清朝餐豆 这个蝉蝉它天生有一种臭味,所以天井就叫臭五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蝉蝉蝉本身散发的这种味道 咱们用热水把这种臭的豆腥味给它去掉 放几粒花角,就是为了起到这种趋性的这种作用 这个草呢,顶多也就咱一分钟左右 咱就能够把它的这个腥味,豆腥味给它去掉了 然后咱给它放在冷水里头 这个热一遇到极冷,马上它就会起到一种褶皱 所以便于咱日后的包皮的这种过程 然后把这个保安皮的这个蝉蝉,给它解着放在冷水当中拔着 咱们把蒜面首先放到热果,枪果,给它把蒜末包下 这也是一道急火快潮的菜,所以咱把这个水给它控下去 把蝉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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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蝉� 水淀粉让这个盐跟料酒的响气 陡牢牢的挂在这个每一颗残豆瓣上 然后把淀粉给它弄均匀 咱就可以转盘出锅了 你看这道菜不用任何的威敬 就少微来点盐来点酒的响气就行了 撒上一点芝麻 这道顺爆残豆咱就已经成活了 怎么样有失欲吧 好咱们明儿见